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做台师大生涯测验工作价值组合 首先请同学登入学校的首页 点选行政单位辅导处 在辅导处的左方选项 请点选升学生涯相关网站 进而找到高尔夏台师大生涯测验系统工作价值组合的连结 在连结到登入的页面后 请先点选申请账号 接着输入自己的基本资料 这边要特别提醒同学 密码请自行设定 而且一定要记得自己的密码哦 未来才有办法在登入系统查看测验结果 其中在学校属性的部分 记得点选新竹市高中私立 找到私立树光女子高级中学 在群组选择的地方 请同学就自己的组别来进行点选 注册完成后 会再导入登入的页面 此时请依自己申请的照密登入即可 进来的页面会看到三个测验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最右边的工作价值组合 请点选开始测验 接着会跳出视窗 请点选你的班级 输入你的座号 测验通行码 请记下来 TW181306 接着点选开始测验 接着进入测验的界面 每一道题目都会呈现A到G七个关于工作的描述 请大家针对不同描述内容的重视程度 把A到G的指针拖异到量尺上方 重要程度 最左端围最不重要 最右端围最重要 请同学依照自己的重视程度进行摆放 做答完毕 请点确定到下一页 本次测验主要在协助同学了解自己的工作价值观 在进行工作抉择时 将最重视哪几个工作条件 工作价值观既有 安定舒适 包括工作是否可以提供安定的生活 舒适的工作环境 以及良好的薪资福利 自主弹性 工作时是否能够依照自己个人的意愿 去安排工作的进度以及设定目标 是否能在工作中实践自己的想法 社会尊严 工作是否能够获得声望 以及受到周遭人士的认同与尊重 自我实现 工作是否能够发挥所长 并且透过工作达成自我实现的理想 专业成长 是否能够透过工作 不断地提升专业知识及专业能力 立他取向 工作是否能够为他人解决问题 服务需要帮助的人 工作对他人具有意义 对社会有所贡献 人际互动 工作时能否和人常有互动关系 是否能够常常接触人群 并且和不同领域的人互动 测验报表约需三个工作天 各位同学可在下周三过后 重新登入测验系统 观看自己的测验结果 分数越高 表示越重视该取向的工作价值观 分数越低 表示越不重视该取向的工作价值观 此外 测验报表中也会针对同学重视的三个工作价值观取向 附上参考的职业以及对应的学门 让同学知道有哪些职业符合自己重视的工作价值观 并放上与职业对应的学门 协助同学作为未来思考及规划生涯的方向 此份测验结果主要在帮助我们探索自己重视的工作价值观 请自己跟自己比较 而非与他人做比较 此外 工作价值测验结果 可以跟高一的兴趣测验 性向测验结果做结合 尽量思索可能从事的职业方向 在进行工作价值观自我探索时 建议同学可以深化相关的问题 例如在自我实现取向 可以思考的问题有 哪些工作可以帮助达成自己的理想 哪些工作的内容符合自己的兴趣 以及哪些工作可以选以致用等等 测验结束后 就业地图 在这个网页里头 同学们可以选择想要查询的学校科系 进而了解学校的升学以及就业相关资料 1111职务大词典 在这个网页 同学们可就自己有兴趣的职业进行搜寻 以了解职业的工作内容 需要的学经历背景 相关的薪资 待遇 升迁机会 以及工作干苦谈等等 以上测验介绍完毕 同学们可以开始做测验咯 在这个网页里头